更加會希望有多點時間去照顧家 因為很重要 如果你結婚 你還不斷地去拍劇 公司都會覺得你再續約也要繼續拍劇 時間未必會這麼好控制 如果有一個時間是這樣的 如果我選擇我退出來 也可以在外面做到我喜歡做的事 但是我又可以繼續 我又可以在我的人生階段上進一步 加上自從楊善瑤新兒育女之後 亦都有不少Fans 希望她可以繼續出來拍戲 在子女已經不需要花太多時間去照料的時候 楊善瑤復出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值得一提的就是 2012年楊兒奪得萬千聲輝頒獎典禮最佳女主角 這個時候補助的含金量 可謂是TVB創台至今含金量最足的一個時候 楊善瑤也是TVB創台至今 唯一一個由香港民選投票出來的最佳女主角 她也成為TVB第一位包覽四大組別獎項的女演員 該獎項包括有 飛躍進步女藝員最佳女配角 我最喜愛電視女角色以及最佳女主角 更是第二位由無線電視藝員訓練班出身 而奪得時後的女演員 有著這麼完美背景的楊善瑤 如果不復出的話恐怕浪費不少優質資源 不過娛樂圈是一個日新月異的地方 就算你是時候又如何 只要淡出幕前幾年之後 你復出的話 大部分觀眾對你的感覺和態度已經改變了 對於觀眾來說 楊善瑤和一位新人沒有什麼區別 導演